我今天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的原因是 我现在就是遇到困难了 我俩其实感情挺好的 我也很喜欢他 为了他也付出了很多 然后就是给他买礼物啥的 也花了很多钱 自己没钱的时候也跟哥们借了很多 现在遇到困难了 我哥们啥的也都跟我要钱 我就想让我女朋友 然后跟我分担一点 但是他一听就生气了 现在也不见我了 打电话也大不通 那你看现在方便 有我们出面跟他沟通一下 你说一开始 然后我俩在一起是很好 他经常给我买东西 但是我没必要让他们给我买 然后花了那么多钱 然后现在他让我花 他说跟我在一起花了那么多钱 但是我没有让他花吧 最后他说借钱现在让我分担 但是我没有义务 他自己真的极其不靠谱 男生一直都不知道结件 那请问就是说 如果您两位一起来到我们节目上 来把这个事情解决 您可以一起来参加吗 我考虑一下吗 小片把我给吓出了 怎么着都没怎么着 怎么男生就提出了要分担债务的问题 接下来叫我们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杰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林同样23岁 也是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河 杀气腾腾我来问问 怎么认识他 大学同学吗 对 就是我们一块兼职 后来聊着聊着 我慢慢接近他 看他挺不错的 然后发现我俩是一个学校的 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在一起 在一起多久了 快两年了吧 当时编导打电话的时候 你说考虑一下 今天为什么来呢 因为我要征服我清满 如果我不来的话 那观众怎么想啊 大家怎么想 把我当什么人了呀 那我就是不敢来呗 我不是就是借着这个平台 来调解一下咱们之间的矛盾吗 你现在知道了 你知道网络找节目来了 你们凭什么让我跟你喜欢钱 说说怎么欠钱的事好不好 其实就是刚才好的时候 好的时候我就想逗他开心 然后给整点浪漫啥的 然后兜里钱也不够 就跟朋友借的 你好意思说呢 兜里有多少钱呢 我记得第一次借钱 我跟我朋友跟我哥们去逛街 然后买东西 上场里边抽奖 抽着那个一等奖 说是可以全场项链打折 然后我就我就买了 钱不够 我说跟哥们借点吧 本来说回去还了 结果搁了两天 钱没了嘛 花完了 那就搁了两天 告诉大家 你那项链你说花多少钱买的 确实 他值那么多呀 那你值那么多 那你应该告诉我 告诉我实力的价钱吗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我不一样吗 那不一样吧 花一千块钱买的 你骗我说五千 你给他买了条项链 欠了朋友的钱 花多少钱买的项链 去花 就花了一千块钱吗 花了一千块钱 跟朋友借了多少钱呢 八百 跟朋友借了八百 您就二百 好 你送项链给他的时候 你跟他说那项链多少钱呀 五千 姑娘 当时他跟你说五千块钱的时候 这项链 你收了吗 我收了 但是我本来不愿意收着 我说咱们能退回去吗 他说不能退 人家搞活动的 我说那我就收着吧 那后来我就问他 我说哪来的 你这么多钱呢 因为我俩打工认识的嘛 我知道家里可能都没多少钱 然后一下子花五千块钱 这钱哪来的呀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这钱哪来的 他怎么跟我说的 说 我 我是兼职症的 这事情怎么 现在给抖露出来了呢 他跟他朋友一起逛街 然后 你也有脸说 你也有脸说 要我不是医院定家 会跟我说吗 你会告诉我吗 你会告诉我真相吗 我想着我根本就没想着告诉你 以后赚钱 见职杀的 你确实赚钱了吗 你赚钱的话 那你的钱为什么还没还上 为什么让我来还 不是 现在不是有 有紧急情况了吗 什么紧急情况了 停 你让我问清楚 我越听越蹊跷 你现在一共欠多少外债 现在 还剩下的七八千吧 七千还是八千 七千多 不到八千 七千多少啊 七千八 这些钱 是欠了很多朋友的 还是欠一个朋友的 有几个吧 现在大家都来问你要钱了 是吗 就是 那个 欠的多的 他说他有事 跟我要钱说 欠的多的这个人 你欠人家多少钱啊 五千啊 我本来说慢慢还他的 然后 好 然后你现在等于 人家问你要五千块钱 你让这姑娘跟你一起承担 是这意思吗 不是 我就是 我现在 道理确实没钱了 我说如果他有钱的话 就帮我还点吗 你当时是这么说的吗 你当时怎么这么说的 我当时 我当时 我刚跟你提起这事来 你就挤眼了 本来就是嘛 这些你说话都花在我身上了 让我一个人还 那会儿不都是气话吗 欠这么多钱都是为他花的吗 有一部分是为他花 有一部分是我俩花的吗 就给他买礼物啥的 然后也是想讨的开心 后来的时候 我不就是欠了点钱没告诉你吗 我 你欠了点钱没告诉我 你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了呀 如果你跟我一起花 那我能不帮你还吗 我钱我不都 咱俩都一起花了吗 什么时候是一起花的呀 我给你买礼物啥的 咱俩出去玩 我说过吗 我是那么势力的人吗 我不就是 想让别的 别的女人的 有的东西 让你也能有吗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在你朋友心目中 我什么样的形象啊 现在借钱你还不上了 你找我的 我这借不着了才找你的嘛 你借不着 你朋友圈那么广泛 我朋友圈有那么广泛吗 我又借了你这么多钱 你让我一起花 我们这节目突然变性质了 从爱情保卫战 变到了追债保卫战啊 过去没来这个节目之前 你因为问朋友 借钱的事情败露过吗 就那个项链嘛 然后知道了 我知道了 之后我就说我不借了 那那八百块钱 后来还给朋友了吗 还的 是我还的 你还了八百块钱 给他朋友 既然你还了这八百块钱 为什么后来还借了 这么多的钱去铺牌呢 不是 后来 他肯定感觉 以后我会帮他还钱 他都肃不肌然就借钱了 根本没经过我 那你认为 我认为 那旅游的钱怎么出的 我不就是想让你玩得更开心 跟我在一起更幸福吗 但你考虑过 如果我知道你去借钱的 我会开心吗 我会幸福吗 去哪旅游的 去北京 我一伍说 咱们出去旅个游吧 他说好 好 然后 钱还是不够 我就借了点吧 我当时 如果说没钱的话 他肯定就不去了 也就玩不成了 回来之后 有没有还钱呢 回来之后 我本来打算 我说慢慢还呢 钱还没凑够呢 然后我那朋友说 他家里有急事 然后说需要钱 看能不能给凑点 然后给还上 然后那边就找他去了 找他去了 我说你那还有没有钱 然后帮我还点 后来 为什么吵起来的呢 然后我还没说呢 然后他说你又借钱了 然后他就急眼了 我还没说清楚呢 然后他就 我又骗他了 后来就一直不理我 就到现在了 姑娘是不是觉得 特别委屈啊 是 因为你觉得自己 并不是图钱 才跟他在一起 对吧 对 可是这小子 老做对不起你的事 是吧 现在我买化妆品 他都限制我了 你用谁的钱 买化妆品 我用我自己钱买 然后我自己 其实真的钱 还有家里的生活费 凭什么 他说不让我买了呀 让我买了 我花妆品 先给他呀 我当时给他几百 他说太少了 我本来我也没那么多钱呢 你限制人家的财务自由是吗 不算是吧 你人家不算是吗 人家着急用钱呢 我说 我说先赶紧跟人家凑上吧 这挺没坏 人家穿钱 你非得在我这家小吗 你自己一想过吗 你吃饭的时候 还是那么努力的吃 还是那么浪费 我吃我不都减着便宜的吃了吗 现在 你那都减便宜的 你现在一次吃饭 要二三百万 那以前 这不是自自 以前四五百的时候呢 现在二三百万 你还叫便宜的吃呢 你有那么多钱吗 你让我几种的减用呢 你甚至减用了吗 你看这不是挺老实八交的吗 真是人不可貌相 你还有多少谎言没告诉他 你今天都说了吧 你还在外面干了什么坏事没有 就背着他跟朋友出去喝点酒啥的 还背着他跟朋友喝酒 欠那七千八里面有没有酒钱呀 有 还有酒钱 你别生气啊 别生气啊 你这样我觉得你是属于惯犯 你知道吧 你没少问别人借钱吧 认识他之前就借吧 也有个 但都还上了 就是吃吃喝喝 有的时候冲个面 是吧 明白 女生 就当时你怎么看上这么一小子 你跟我说说 当时我俩在一起兼职的时候 热谈对我开始是挺好的 然后来做了好朋友 然后突然有一天的 就像我表白了 然后我说感觉挺有上进心 挺有能力的 将来肯定有一番事业的 然后我就跟他好了 我开始的时候 也可能是因为感动 但是后来我是真喜欢他了 真是能心 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 其实在你们相识之初 你比较感动的 并不是这个男孩有没有钱 而是说他很上进 他能吃苦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你还愿意跟这臭小子在一起吗 我知道他开始对我好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我都很乱了 我知道他跟我买礼物 是我不好 但是我正接不了不了 他骗我 很矛盾是吧 是 也就是说在心里 还对他有感情是吗 是 好了 我们来听听老师们 是怎么说的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小伙子 借钱 而且借完花掉不还这件事情 基本上已经击穿了一个人的底线 两百块钱 借八百 跟人说五千 这不是借钱 这是纯骗 你用一个讨女朋友欢心的借口 骗了自己哥们八百块钱 然后把她增值了五倍 又骗了自己追求的女孩 好 我可以理解你 你是纯虚荣 虚荣心既然得到了一定满足 那把钱还了 为什么不还 当时你想还了 但是没那么多钱 我就想慢慢还吧 慢慢还是多久 八百块钱 你省吃俭用 一个月 两个月 怎么也能还上了吧 不是八千 不是八万 八百 为什么不还 就还没来得及还呢 没来得及 还是压根就没想还 我想等着 我之间充沛了 然后再还 你骗鬼啊 你是让女朋友帮你还了 对吗 不是 他 羊毛出在羊身上 因为这钱是为你花的 你必须跟我还债 多无耻啊 这不是小事兄弟 骗了朋友 骗了女朋友 借钱不还 最可怕的不是这些 是站在这个台上 理直气壮 我是为了你 才这样办 每一个借口说来 都那么轻松 所以我的判断是 这绝非你第一次借钱 也绝对不是你第一次赖账 兄弟 我说的话可能有点重 但是我是真心为你好 今天你上爱情保卫战 如果你不改掉 你借钱不还 而且行骗的这个习惯的话 这个恶习的话 下回你上的就是什么 警法时空 重案之机你知道吗 今天来这还求什么 女朋友原谅 这不重要 对你人生一点都不重要 但如果你改不了 这个毛病的话 你下半辈子在哪都不一定 我不像马老师这样 觉得你是个骗子 我觉得你的症状呢 其实跟现在很多的 使用信用卡不当的人 是一样的 预知消费 所以你才会说 以后我有钱了 再慢慢还 其实这样的概念 某个程度是很危险的 会使用信用卡的人 真的可以把它当成一种 金钱调度的良方 但是不会使用信用卡的人 最后就会信用破产 你把你这些朋友 包括你的女朋友 都当成信用卡再刷 而且刷爆一张是一张 然后刷爆了 就换下一张再刷 你还没有管控 自己金钱的能力 所以你没有权利 预知金钱 你不只是钱在预知哦 你也预知未来的幸福 你现在面临的就是信用破产了 你喜欢女孩不相信你 恐怕有很多你的朋友 也不再相信你了 这就是你过分天真的 预知未来的金钱 信用跟幸福 要付的代价 马老师说的话也许重 但必须痛定思痛 不要这样 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说 如果做不到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就更加做不到 你的是我的 我的是你的 结果就是 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但你更加可恶 你的不光是 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你的结论是 我的是我的 你的也是我的 大家的都是我的 你拿别人的钱 来满足自己的虚荣 让用自己的虚荣 去填足他的虚荣 至始至终 这份爱情 在你的心目当中 都是可以用钱 来实现的 女生如果从 我的角度上来说 你本来可以 做得好一些 如果说 当他可怜兮兮 又或者是 软硬坚实地 跟你说 我欠了很多钱 现在我还不起的时候 你采用的是 让他写下一张字条 把所有的债务 列得清清楚楚 跟他说 无论将来我们在 或不在一起 我都尽能力 跟你一起偿还 我这只是建议 你做成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你自己的权利 但是如果是 换另外一个女生的话 他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而没有必要 这样去一句一句 又一句地 这样去苛责 难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没有你的虚荣心的存在吗 不可能嘛 只是有些人 被虚荣心害了 有些人 被虚荣心所激励 这个设计上有两种女人 一种女人把男人当肥料 来为自己的虚荣 还有一种女人 把自己的虚荣当肥料 来鼓励这个男人 所以我觉得既然到这儿了 我建议 不管是好聚好散 还是曾经爱过 七千八百块钱 不管是买个教训 还是过去爱的见证 或者是欺骗的见证 可以两个人共同地去完成 至于完成之后 通过完成还债的这段过程 你们好好的三思一下 你们还值不值得在一起 再决定 债还之后 是劳燕纷飞 还是重新开始 就这样 在我看来 爱情是奢侈品 我认为两位 大概都不具备恋爱的条件 今天老师们 实际是给你们上了一堂做人的课 请记住这堂课最核心的内容 先做一个好人 然后去恋爱 因为年轻 还有机会 这是最宝贵的 摔了跟头 没关系 记住这个教训 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下面的时间 留给你们俩自己吧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其实吧 我知道我自己 有这方面的缺点 这是个很不好的毛病 但是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对你是真心的 借钱不还那个事 是我的不对 我以后会多加改正 其实我感觉你这人 真的一开始挺好的 这钱我愿意跟你一起承担 但是 但是现在你的变化太大了 我宁愿 我现在可以帮你钱 先一起分担 换完 换完以后 我想再考虑考虑 我们还适不适合在一起 没关系 我可以在一起最好 好 时间到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关门 下面 我请各位拿起表决器 你们看好他们 看好选赞成 不看好请选择反对 来 各位请选择 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二的观众 是看好的 百分之七十六点四六的观众 朋友是不看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在此之前 我还是要进一下广告 途牛九周年 九亿红包大派送 下载途牛旅游APP 出发吧 我们 感谢途牛旅游网 对本节目带来支持 要旅游找途牛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 同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 爱奇艺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内容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请 来吧 跟女生说吧 其实 我知道我借钱不对 但是 我确实想让你开心 我看到 别人的女朋友 都能够放假了 出去玩 而我们只能在学校 吃点食堂 感觉 跟我在一起 也得不到幸福 兄弟 我跟你说 跟我在一起 都会低人一等 那是你太轻看你自己了 记住啊 大家不是说 你借钱的行为不好 而是借钱行为的背后 折射出了太多的虚荣 是因为你不够诚实 世界上有很多 美丽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一样一样都战友 对吧 对吧 是吗 加油 未来还是好 对啊 你得要先改变自己 才有可能迎来一场好的恋爱 明白吗 至少应该诚实 是的 你很聪明 想一想 加油 去吧